澳大利亚体育场 希望今天的比赛不会让我们失望 这是凯特林福德 这是一次非常及时的拦截 这个球已经瞄准了他们的防守转肋 看看他怎么处理 可以直接突破了 好的 比赛刚刚开始 他们就先把头球打进一球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 整个右手转弓的过程非常流畅 最后还修了一下脚法 推射 将球打进 将局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尝试通过大范围转移来撕开防线 王珊珊 王霜得分的机会 对方的领先要是还没误热呢 他们就立马扳平 再来看看进球的回放 非常近的距离得到打门的机会 然后一错而就 比分被扳平成了一比 漂亮的华铲拿回了球权 王珊珊 杀到了对方半场 凯特林福德 这次进攻的组织 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在打到对方腹地的时候 没能推进一步 王霜 王霜的机会来了 就被扑出去了 不过警报还没有解除 机会是有的 可惜最后还是球门球 他们差点就打破场上的将局了 这次打门 无论是实际还是角度都非常好 但很可惜 对方门将也犹如天生下凡 看看老家会的处理 力量和角度都没控制好 直接飞出横梁 海里拉索 海里拉索 杀到前场 这种球队他来说不在话下 边路留给他的空间很大 边路留给他的空间很大 文将挡住了这个球 已经让他进过球了 可不能再让他进更多了 角球开向了进区中央 皮球被解围出来了 凯特林福尔德 看起来能找到队友 有机会取得领先 球被门将直接拿住了 这个放产犯规了 看看主特班怎么判 双妹子往上拿球 传终没能避开对方后卫 夏洛特格兰特 杀到了对方前场 有没有机会呢 来一脚 这次扑就不错 这个角球掉到了进区中间 还有机会 球被衡量 弹回场上了 万万没想到啊 门框站出来挡住了皮球 这是给了门将喘息的时间 是啊 门将也是 这才有机会把球一把抱住 现在终于可以输一口气了 好说 观众顿时沸腾起来 因为这已经进入他的射程了 这么近距离的打门啊 都被他扑到了 这是什么样的反应速度啊 真啊 开出的角球飞向了进区 进区里 教科书一般的防守啊 数据说明了一切 今天的比赛甚是精彩啊 两队的发挥都不错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快速击 防守队员回位不够及时啊 三门沙克 机会出现了 门将绝对立功了 这个打门也偏出球门太远了吧 我也不能理解他的射门 怎么会打成这个样子 就是啊 张鑫 攻到了前掌 看看他们接下来如何选择 哦 这是防守队员的失误啊 球进了 进球都回放来了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他是如何突破对方的防线 最后的这条推设更是漂亮 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他们这个连续倒角 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啊 真是一次就是主般的抢断啊 简直从边路内切 打门了 啊 边才举其失忆越位了 但是这个时候边才盼了越位 斯特夫凯特利 凯拉库尼克罗斯 就要给他克尔 不错 把球抢到手了 小船过顶 事业非常开阔啊 这脚射门 没能逃出门将的手掌 裁判名授 结束了澳大利亚体育场的 上半场争夺 双方回到场上 继续这场 世界杯小组在下半场的争夺 精彩的防守成功的抢断 裁判的哨声响起反规了 这可能是裁判掏牌之前最后的警告了 是的 这次警告也为整支球队敲响了警钟 这脚任一球直接交给了门将 这个传球啊 这个传球啊太差了 队友根本接不到啊 已经刹到前场了 一脚射门 裁判指向了点球点 搬平比分的机会来了 哎 裁判没有给牌 呃 点球是逃不过了啊 他现在肯定很自责 默默祈祷门将能 拯救一下他吧 搬平的机会啊 他能把握住吗 守门员做出了扑救的动作 好机会啊 这这射门射的啊 郑重门将下怀 他甚至都不需要做出太复杂的扑救动作 肖玉仪 王珊珊 王珊珊 他努力的把球从对方脚下铲回来啊 斯蒂芬尼凯特利 周全转换 打扮举棋示意接外球 斯蒂芬尼凯特利 球已经拿不住了 对方的拼抢非常凶 这也是一次没必要的传球失误啊 单枪匹马直奔球门 机会措手可得了 好球 现在他们两球领先了 再来看看回放 这个球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它的跑位 知道什么时候该出现在什么位置 天赋和经验均一不可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三比一 常规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十分钟了 还剩最后的三十分钟 埃里卡彭特 海里拉索 凯特林福德 在后场把球给断了 这就很不好了 在这个地方送给对手任意球啊 好球 门将把正义球攻门扑出来了 他心里非常清楚 应该怎么处理这样的来球 封面 战术球啊 漂亮 在后场把球断下 又是一次无攻而反 如果不能提高最后一脚 打门的质量恐怕就无法打破 现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了 进攻质量暂且不弹啊 你现在先要把球权拿回来 空中一脚射本 没能考验到门将 这会儿球又回到了他们这边 萨姆克尔 他们把球直接传给了对手 前场抢断了 这会是个机会吗 这叫凌空抽射 这个球啊没什么难度 张鑫 在进区内果断把球断下 比赛时间所剩无几 中国队目前大比分领先 球迷们可以放心了 是的 到了这个时候还领先两球 我觉得他们已经稳了 专业解说嘛 就是要敢于下判断 这一脚打门很刁钻啊 差点就进了 张鑫 这是防守队员的失误啊 他今天这个进球运啊 完全停不下来 现在已经打进三个球了 回方来了 看看这脚球传得是非常漂亮 直接穿越防线 最后的这脚推射 更是让门将鞭长莫及啊 现在比分是4比1 卡特里纳以格里 边路拿球 空间很足啊 这次能创造出威胁吗 这个球他都能打丢 不知道该说是运气不好 还是状态不好 摇尾 王双 把对手的传球给抢了下来 海里拉索 海里拉索 萨姆克尔 胆大心系啊 在进去里抢回了球权 比赛的常规时间 还剩五分钟 文贾出击了 冒着受伤的危险 从对手脚下 把球破坏掉了 太英勇了 他的队友应该感谢他呀 可不是吗 一次成功的抢队 终结了对手的进攻 这不能不进吧 门家还是碰到球了 算是成功的解围了 扎姆克尔 这个挑船很有灵性 但是脚下力量没有控制好 船的稍大了一些 比赛到此结束 他们今天状态优异 获得了这场世界杯比赛的胜利 来给我们 当天 这边的材料 也就是 要有一个带来